杨幂刘凯威离婚后不久就频频传出与魏大勋的绯闻 近日有媒体拍到杨幂魏大勋先后前往同一家酒店 当天杨幂拍摄结束后先行乘车抵达酒店 统天夜里十点左右魏大勋只身前往该酒店 且未见助理同行 一直到隔天早上六点左右魏大勋才重新现身 魏大勋离开依然有些恋恋不舍 频频回头观望姐弟恋在天使锤 据悉早在2006年魏大勋就发文称自己迷上了杨幂 并为了女神减肥考上中系 今年七夕杨幂魏大勋被网友偶遇一同逛街 而且从七夕下午一直打游戏到凌晨 但魏大勋回应称两人只是朋友 随后网友扒出杨幂和魏大勋有不少情侣装情侣鞋 两人还曾在同一天发布同款文案 最近魏大勋现身机场时戴的帽子 不仅和杨幂的是同款 连划痕都一模一样 现在又被拍到先后出入同一家酒店 杨幂和魏大勋的恋情大概率是十锤了